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那接下来柯师傅就要来分享一个健康美味好料理 今天要吃鱼养心血管心肺 对 我今天来做一道很传统的意大利菜 那我用两个锅 我一边来 如果你在家里面的话 其实你可以一锅到底 但是因为我们节目上的关系 所以我就用两个锅来做 那我先一边就是先用鲑鱼 那鲑鱼呢 如果你是要做艳客型的话 你鲑鱼是整块整条的去做会比较漂亮 那因为我们现场的话 为了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把它切成比较丁块 对对对 那鲑鱼呢 我们先下来这个锅子里面煎 那这个鲑鱼呢 那我们只要用一点点盐巴跟胡椒粉 这样来腌制 连酒都不用放 就放胡椒粉跟盐巴这样就好了 而且是你要做以前才腌 不要腌太久 腌太久它变成就变成咸鲑鱼 就太咸不好 然后我们就先这个方式 这一锅来煎它 那另外这一锅 我刚放了一点橄榄油 然后呢还要加上一点奶油 为什么 如果说我纯粹是用奶油的话 用奶油的量会很多 我这是动物性奶油 而且如果奶油经过长时间崩挑 它就焦糖化 它就会变成焦奶油状 就会微黄色 就不会那么好吃 所以原先我会加一点点橄榄油在这里面 然后再把这个奶油 因为这个奶油大概只有15公克而已 不多 然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奶油融化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先把蒜头进来爆香 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意大利菜 大家可以学起来 同样的这个方法 可以做很多托斯卡尼的这个相关的东西 你肉类也可以这样做 但只是主要食材不一样 但是其他这边的做法都一样 你可以改成牛改成羊改成什么都可以 那可能你可以放一些香草类的东西 像譬如说你用羊肉的话 可能迷迭香之类的 就蛮适合的 你看我的奶油还没融化以前 我就已经先下来爆香 就是因为我不希望它奶油变成焦糖化 就是变成黄颜色太重 它就等一下会影响这一锅的一个色泽 这一锅的色泽应该是 起来以后是一个粉红色 因为等一下我会有番茄 所以它会变成一个粉红色的一个状况 就番茄加奶变成粉红色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就是一个重点 一定要小火慢煮 等一下我们家的牛奶 如果你一滚的话 它会溢出来 然后这个牛奶它是一个酱汁 它并不是一个 它并不是一个汤 它只是一个比较浓厚 多一点的酱汁的方式 好 那我们洋葱炒香了以后 然后把蘑菇 蘑菇大的我就对切 小一点的话 我就照原来这样子整颗下 因为蘑菇它本身的水分也比较多 就稍微就先给它炒香一下 然后呢 如果你现在小番茄的季节过了 那我们能够买得到 就是用比较小一点的牛番茄 那如果用小番茄的话 味道也不一样 那如果你要颜色漂亮的话 我们可以买各式各样颜色的番茄来做 其实这道菜很简单 然后我们再把番茄进来 那为什么它要使用小番茄 也就是它会节省它的烹调时间 因为它不需要炒到它糊化 它还是要保持番茄的这个形状 然后呢 稍微把它煮滚了以后 我们煮滚了以后 这时候我们先呛白葡萄酒 我们把白葡萄酒放进来 然后先让它白葡萄酒稍微先烧一下 白葡萄酒先烧一下 然后呢这时候 如果说你要很正统的话 如果你是很正统的 这种托斯卡尼的做法 它是全部都用鲜奶油 那我们今天是用鲜奶来取代 如果说你要很浓郁的酱汁的话 你全部都改用鲜奶油会比较好 但是相对的 卤脂肪含量比较高 那汤汁会很浓 但是就是也会很好吃 我们把这个鲜奶 比较高蛋白的鲜奶 我们把它放进去 稍微让小火慢慢煮它 煮软就好了 不能大火 大火它会焦糖化 所以它会颜色就会变很丑 就不是你要的颜色 好 那同时间 师傅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你要把它四面煎得恰恰吗 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让它就是四面煎起来 让它固定形状 那我刚刚讲过 原先这个做法是在这边煎好以后 然后先把它拿出来 然后再放奶油进去去炒这些料 那因为节目上的关系 我把它切小了 如果说你是宴会用的话 我们整块煎好要先拿起来 然后用这个鱼的油 还有这些东西去 去炖它 一起去炖它就可以 那这时候我们大概就是 已经有大概七八分熟 这时候我们再把这个鲑鱼加进来 我们再让它炖入味 对 然后我们把鲑鱼加进来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可以放一些配料 如果说你在家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用任何绿色的叶菜来取代 那菠菜呢 一般在炒的时候加进去 那我因为怕那个颜色会去影响到 所以我先把它 你最后再加 对 我先烫手一下 这样它颜色会比较好看一点 然后呢 也比较不会有那个色味在这里面 因为我不是用全部都鲜奶油 所以我需要考虑到这颜色会不会渗出来 然后呢 这时候再把一些甜椒类 的东西放进来 我们甜椒类的东西 我今天买的这个是那个水果甜椒 就是比较那种细长型的那种水果甜椒 那各式各样的颜色 它其实是一个蛮有食欲的一道菜 颜色很漂亮 那调味很简单 调味很简单 只有盐巴就好了 只有盐巴就好 其他不需要调味 那因为我们这是乳制品 那我就不加胡椒 如果说你喜欢有一些胡椒粉的话 你可以加一点黑胡椒 要吃的时候加一点黑胡椒进去 让这个味道更好一点 然后吃的时候还有另外就是 一般在吃这一个东西 因为它酱汁很浓郁嘛 所以一般我们在吃这种托斯卡尼的东西的时候 都会搭配那个佛哈夏面包 或者是硬式的那种欧式的面包 所以我有准备面包 等一下给大家试吃的时候可以用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这边有个隐藏版的面包被我沾了这个酱汁 这道菜叫托斯卡尼 当你吃到这个托斯卡尼的这个菜之后 你会沐浴在地中海的阳光之当中 那这道菜放在哪里呢 如果你今天真的胸闷胸痛 呼吸不寸心脏不好的话 你要吃这四种四大类食物 那记得第一大类维生素A 有没有看到鲑鱼在里面 乳制品在里面 维生素C跟E填胶在里面 Omega3有鱼类 还有它矿件的油 含流食物呢 洋葱大蒜 其实病人喘来找基层医生 我们能做